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省一级人民政府确定所辖地区的适用税额幅度 那么市县政府在省级政府确定的幅度内多少到多少叫幅 然后他确定税额标准报省级政府批准执行 谁确定幅度 谁确定具体的税额标准 另外一个就是省级政府批准经济落后地区的税额标准可以适当降低 不能超过最低的比例要记一下 那么发达地区可以提高 但是需要报谁批准需要知道一下 是财政部批准 小细节问题都是城镇土地使用税中一考点 然后说说减免税优惠 在这当然就不领大家复习了 内容比较多 考试很重要 我说过一句话 没有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优惠 基本上城镇土地使用税就没什么考核意义了 他既可以考直接的文字性的选择题 也可以考跟计算结合的优惠政策 一定要能够熟悉 注意基础版给大家总结的内容 那么他的税额计算很简单 就是用计税土地面积乘以适用税额 那么需要注意的 你实际这样的土地面积就以管理部门合法的证书为准 如果没有合法证书的 你先据实申报 等合法证书以后怎么办 再做调整该补税的补税就可以了 好 那么征管问题呢 大家可以结合房产税一块复习 也是要能够分清什么支月啊 次月啊 然后什么的资月啊 什么的次月啊 你比如说新建房交付的次月 存量房签证的次元 这个在房产税里也有 那么他特有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新增的耕地 由于缴纳耕地占用税 所以是自批准征用之期满一年才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么他是年年都交 而这耕地占用税是当头一棒子就交一次 那么如果是非耕地的话 那啥也别说了 或者是批准征用的次月计交就可以 纳税又发生时间很重要 必须知道 整个城镇土地使用税就回放到这 那么接下来做几道题 简易性测试一下 第一道题 下例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税的说法正确的是 先给你来个减免税的题目 农妇产品加工的专业用地免征城镇土地守税 想杨老师讲课说过了 养鸡场基住的那个 它是免征的 而杀鸡的 养鸡那些人的 管养鸡那些人的 这些都是不免的 那么所谓农妇产品加工的专用地 也是不免 只有生产用地才免 那么这个农妇产品加工地就相当于 那个鸡的屠宰场 B 免税单位无偿使用纳税单位的土地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这个是正确的 消防队帕鸡所用了一块地 这是不交的 计算是要捡回去 然后C说的是 盈利性老年服务机构作用的土地 产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错 应该是非 没有非 答案就非常错 D 劳改劳教单位 警戒围墙外的其他生产进入地 斩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最大特点 又是围墙外 又是其他生产进入地 像这个呢 它是不免的选 B 就可以了 好 再来看这道题 西埃的用地 可以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是 你其实这道题扫一下 就是国家机关的办公用地 对不对 那么这个同学和老师的军队家属的院楼用地呢 这种免税单位的家属宿舍的院楼用地是什么 属于确定减免 而不属于法定减免 那么企业内部道理绿化用地 没有免税的规定 房地产公司开发写作用地 没有免税的规定 所以最准确的答案就是B 国家机关的办公用地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道计算题 让我们算一下这个公司应该缴纳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多少 啥事呢 他通过挂牌取得一种土地 出让合同约定是四月份交付 那么交付的次月开始是吧 那应该是八个月 那么他一共是六千平米 一年税额是四块钱每平米 所以两万四是全年的 那你只按八个月交就可以 所以除以十二乘以八个月 一定要注意是交付的次月起 简单的计算跟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结合 看看这个又一个税收污汇 税收污汇肯定是考大头的 下列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税优惠的说法 正确的是 绿化用地没有优惠政策 港口的码头用地 这个是怎么的 这个是可以免的 公园营业部用地 这是经营用途的 照相馆卖饮料 这不免 农业生产单位的办公用地 积住的才免 养鸡的管养鸡的这些人住的是不免的 所以答案是什么 是B 那个养鸡 是刚才我领大家说过这个 用于农林牧鱼的生产用地才免 那么是对农业生产单位的办公用地 生活用地 农物产品加工用地是不免 这个多次考核过 也考过计算问题 来看一个计算题 但是跟刚才那个 说的这个农林牧鱼的没关 说的是盐厂的事 它占地这么多 其中办公楼占地2万 这个是交的 盐厂内部绿化占地5万 这是交的 盐厂附属用人占地 这1万不需要交 盐滩占地12万不需要交 所以只交7万 77 那就是4万9 选B就快了 它跟税数优惠的一个有机结合 再来看这道题 它问你应该补交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多少块钱 什么事呢 它是这样的 它2021年12月份拿了一种土地的使用权 但没有拿证 这是2021年12月 那么今年呢 它就按1500平米申报了全年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到了4月份呢 它取决了政府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证书 上面著名的土地面积是多少呢 是2000平米 那么已知呢 这个每平米 0.9到18元的固定税额是这个地区的使用税额幅度 然后当地政府规定的固定税额是每平米 0.9 然后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比例降低税额标准 所以这时候你算那个完面积以后 你不能直接乘以0.9 你得还要说它什么 按最高的比例降低 那最多不能超过30% 所以相当于要乘以70% 这道题最有意思的点在这 对吧 最有意思的点在这 其他的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你自己申报1500 现在2000 你这个补500平米的不就可以了 这个都不用说 关键点是在这 就在这 你看这30%你得记吧 是吧 好 再来看一个计算体验 一个大型制造企业 它那个土地使用证书 载明的占地面积是100万平方米 其中幼儿园占地2万 不需要交 但是这是其中啊 所以要扣出去 道路绿化 简称道绿了 道路绿化占地5万 不管它 没有免税的规定 其余为生产办公用地 那简单了 98万呗 乘以 这个10块钱 OK了 好 看看一道多选题 下例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税的说法 正确的有 改造安置住房建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这是正确的 核电站基建期间的它应该是减半不应该是免征啊 这是错误的 供电部门的输电线路 这是免征符合规定 民航机场的场外道路用地免征符合政策规定 水利设施的水库库区和泵房用地 这不是减半是免征吧 所以答案是A C D 它这个B和E呢 弄拧着了 B那个核电站在基建期间减半 而水利设施 还有这个管库用地 比如水库大坝等等是免征的 这个呢 优惠的问题是吧 考一个 纳税人的问题吧 根据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的相公议定 下来说法正确的是 个人拥有的个人为纳税人 出租的那不是以城租人为纳税人 是出租人作为纳税人 所以它是错误的 共有的 共有各方为纳税人 正确的 全属未确定的实际使用人为纳税人 正确的 单位拥有的是单位为纳税人 正确 答案是B不对 A C D 看一个纳税义库发生时间的问题 他问你正确的是 这就在一个一个看了 说购置新建商品房 自签订房屋消动合同的 次月期计征 次月是对的 但是可不是销售合同签订的资源 是交付的资源 新房交付的资源 旧房办证的资源 所以错了 B 纳税人新征用的耕地 注意是耕地 自批准征用支持期满一年 这个是对的 因为是耕地 先交耕地战略税 当头一棒子 满一年以后 小刀子拿肉 年年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这是对的 看个C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应由受让方 从合同约定的交付的资源 时间正确 B 购置的存量房 自房屋全署登记机关 签发全署证书的资源 办证的资源 这也是正确 最后一个 通过拍卖方式取得建设用地 应当从合同约定的交付土地的资源 这期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也正确 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BCDE 好 再来看一道题 下列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说法正确的有 厂区内绿化免征 错了吧 厂区外的绿化免征 这是正确的 专门金融农产品的批发市场免征 这个是正确的 对专业供热企业 按期向居民供热取得 财暖费收入 占全部财暖费收入比例免征 这个是 专业供热企业向居民供热的税收优惠政策 那么按收入比例确定 这也是正确的 一 企业办的医院用地 企业办的幼儿园 托儿所 医院等等 都是免的 那答案就是BCDE 好 再来看一个 A说的是城镇土地使用税 按年计算年终缴纳 按年计算分期缴纳 跟房产税一样 这是错的 都是年终缴纳不对 纳税新征的耕地 自批准征用之旗 60天内申报登记 应该30天也不对 他说60天不对 纳税新征的非耕地 是批准征用次月旗 它是非耕地 所以次月旗这是对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 自用本企业建造的商品房 那么自房屋使用的次月旗交纳 这也是对的 那么存量房是半证的次月 这也是正确的 答案是AB不对 正确答案C 第一 好 那么我们看看去年这块怎么考的 那么拿到题以后 这个题呢 也是扫眼 前面有一堆描述事项 然后的话呢 他说2021年发生了 这么三笔事项 然后也看一下这个付诸资料 发现没有太多的关键信息 都是计算时用到的一些数据 然后呢 带着问题招移之条件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思路 是不是 好 看第一问 说假企2021年应该讲的气势是多少万元 那你就找2021年 他跟那个承受房屋土地全数有关的 有事项就可以了 前面都不是 前面都是描述他既有的房地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看这个 有转移承受的是 二月份通过拍卖方式取得建设用地500平米 成交价格6000万 那么协议约定六月份交付使用 八月份取得不动产全数证书 那么汽税跟这个月份没有关系 所以你直接用6000万 然后一找 发现气势率3%就可以了 没完 他六月份呢 又购买了一期占地面积200平米的旧厂房 用于存储 这个买的时候呢 发票注明的金额600万 那么也是税额54万 你不用管他了 因为气势的积税依据是不含增值税的 所以是600万乘以什么呢 乘以这个气势税率 这个就比较简单 那你直接按计算器 6600万乘以3% 答案就得到 只要不露相都能得到这个分 两分很简单 接着他又问你 2021年讲到的房产税是多少万元 这个你就注意了 就比较讨厌了 因为他前面有以前年度的房产的数据 那今年还是要交 同时又包括今年购入的一个旧厂房 他也是房产 也要交 对吧 那么第二个地的话 他不涉及房产税的问题 所以你不用管 主要是这么两大块 他2021年初取得土地证书 记载的土地面积是5000平米 你甭管他 这跟房产税没关系 房产原值6000万 对吧 西中自办幼儿园占地300平米 房产原值500万 这个幼儿园的是怎么样 要减出去的 要把它减出去 减500万 对吧 职工宿舍占地面积600平米 原值1000万 这个不影响房产税的计算 不用管他 没有优惠政策 那么接下来他说的什么 是这个车的情况 也跟房产税没关 所以这时候 6000万减500万 然后乘以这个题目中 告诉你的扣除比例30%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由于比较长 所以我在这看一下 这是全年的 这个没问题了 是吧 然后接着看什么呢 接着看他买的这个存量房 就是旧房 那么他应该是什么 是 办证的次约 他说八月份取得不动产全属证书 那么办证的次约 九十十一十二 所以呢 是四个月 这个四个月 你是不是 四个月你得确定了 是吧 那么他买的时候呢 是取得正式专用发售 著名的金额六百万 税额五十四万 那么这块呢 比较容易出错的 除了说这个月份 他跟纳税有发售时间结合以外 要注意你不能用六百万 作为原职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原职 是走固定资产科目的 是吧 快充固定资产科目 那你在这个过程 讲到的契税 也是构成了固定资产科目中的那个数额 所以这块大家注意啊 注意要加上什么 要加上一个 百分之三的契税 这个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那么接下来就很简单的 乘以一件扣除比例 乘以12% 全年除以12 一个月的乘以刚才分析的 应税月份就可以 这个题得分率比较低呢 主要是因为他忘记了契税 要知道 接下来看第三个 说假写2021年应该讲到城镇土地 省税多少元 这个城镇土地 省税 你要注意啊 他一开始有一个年初就有有土地的情况 这是要算的 然后还有设计 你按拍卖方式取得这500平米要算 然后你买那个旧房占地200平米要算 所以这是你得算三块 然后加在一块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就读题呗 是吧 他年初那个土地证上记载的面积是 5000平米 对吧 然后呢 幼儿园占地300 这是要捡出去的 对吧 捡出去的 那么宿舍占地不影响 但没读完题啊 消防部门无偿占用200平米 免税单位无偿占用纳税单位的 这200平米怎么的 也不叫要捡出去 所以是6000减300减200 乘以每平米的多少钱啊 它是这个是10块钱 那么这个我们对一下 是不是要把这块给算出来 那这块算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什么呢 就是第二块 就是刚才提示的 你拍卖取得一个建设用地500平米 然后呢 它是什么 它是协约定6月份交付使用 8月份取得不动产全属证书 交付的4月 所以7 8 9 10 11 12 6个月 所以500乘以每平米 多少呢 10块钱 大家看看 每平米乘以12乘以多少 乘以6个月 乘以6个月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看 第三块 那就是这个200平米的话 它是一个旧房 那么8月份取得不动产全属证书 从什么 从这个半证的次约 9 10 11 12 这个呢 跟那个房产税是一样的 都是4个月 我们也看一下 也看一下 这样对应的清楚一点 是吧 4个月 可以 就是这个读题量多一点 它每个都是 在不同的业务上 你给它算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一个问你 2021年应该讲的车传税是多少 我们还要看题啊 看题 车传税也是 还是刚才那个思路 前面它有这个年初的数据 乘用车10辆 10辆乘以单位税格 货车30辆 每辆整备质量10吨 30乘以10 然后乘以这个整备质量 它每吨 它告诉你多少呢 它告诉你这是这个120 就可以了 对吧 120 客户来用车5辆 整备质量5.6吨 5乘以5.6 乘以这个单位的税额就可以了 单位税额就可以了 然后看这个 9月份购买挂车10步 这个别忘了啊 10辆是吧 10乘以9.8 然后乘以那个标准税额以后 别忘了乘以50% 否则你就挂了 然后呢 没完 它还要除以12 然后乘以什么 乘以应税月份 那90 11 12 四个月 十月份不管了 因为它是购买的当月 是吧 90 11 12 四个月 那么加在一块就可以了 这个我刚才 也没给大家一一对应的闪 你们自己看一下 这个四个月就可以了 然后别忘了挂车 它是有一个这个50%的 是吧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城镇土地使用税内容 给大家复习完了 整体难度你看不是很大 主要还是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比如说 蒸饭的问题 及时依据的问题 事实诱惠的问题 还有纳税月份发生时间的问题等等 这个技术的考核主要结合什么 结合时收优惠进行考核 然后就是我们的多税种的结合 相当于多个计算性单选题 好了 那么这一章呢 杨老师就带着大家学习到这了 我们下个税种再见